中文字幕 李宗盛 So 健康廚房 歡迎洪師傅 來 王綺你好 洪師傅好 歡迎大家 大家好 大家看到洪師傅 都這樣很笑的味道 你心情不好的人 看到洪師傅都會很開心 感謝 今天我們要介紹給觀眾朋友的 是一樣飯後甜點 很多人都知道 拔絲地瓜 但是洪師傅怎麼做呢 那稍後你就知道了 我們先介紹一下食材有哪些 好的 地瓜一條 一小碗的白芝麻 然後一小碗的紅糖 再來麥芽一大匙 就這樣 這個東西 這個什麼 主要你那個氣氛做得出來 就把所有的掌控 它的味道 那個糖漿 那個控制好吃 起床都OK了 所以我腦袋又想的是很簡單的東西 原來還是要有技術性的 對 再來這個 這個盤子上一塊 加麻油 要麻油 這樣說的 你等一下 我們這個 這個地瓜拔出來之後 好 起床都沒有加麻油 等一下黏的盤子就是 是喔 這要記得 那個盤子先抹一點油 才不會整個黏在上面這樣子 這個王子 這個油不太太軟 不太太軟 油太軟 油太軟 因為它這個 它這個 這個 激烤 會整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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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軟的感覺 所以你油比較熱 這個 油這樣 之後 再來 再加點燙火 外面皮 就溢掉 對不對 那裡面 滿火到一起 像現在這樣 油這個 就要很高溫就對了 對這樣 現在把牆壁這樣過 好 不要放我吃 放我們自己 這炸是個姿勢 對 現在很高溫 炸 再來關小火 再關小火慢慢炸 對 關小火當中 裡面再清一頭 清一頭這樣 就說你都怕油 油比較熱過 你會把冷油就好 就這樣 這很簡單 我們自己可以控制 現在清一清 清到裡面 你的筷子把它弄下去 我現在也看不出來 待會有熄 沒熄 你真的看不出來 但是像我們就靠今天就可以了 大概差不多10分鐘就OK了 好 我們現在齁 現在什麼清醒了 現在什麼情形 金黃色喔 補補一個 金黃色 外面已經脆了 有補起來了嗎 這上面飄盪有沒有 有補起來了 補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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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把它倒掉了 好 補起來了 好 現在利用這個當中 我們把它倒一點水 不要太多 水不要太多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好 再來我們的糖 這樣糖 糖 這樣 糖多少 好 你用紅糖 紅糖 紅糖 把它倒一點水 好 再來我們要把芽 那些芽 芽芽 芽芽就是筷子或糖尿 要把它倒一點水 這樣 再拿起來 沒黏著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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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起來了 這樣就下去了 OK 這樣再來 我們把它倒一點鹽 要倒一點鹽 不用 要倒一點鹽 這個白豆油下去 還要放鹽的這樣喔 這樣這裡 才不會有油 好 這樣喔 所以這個也不用太多對不對 不用太多了 不用太多了 你等一下油不掉 好 現在喔 慢慢加火 不要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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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火 好 好 現在給你等一下喔 好 我稍微 稍微微 好 要稍微微 稍微 稍微 好 對 差不多了 我自己都黏著火 差不多了 這樣就有了 對 可以 好 現在放下去了 稍微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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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放下去 這樣 這樣 這樣喔 再放下去 再來 我們這裡的芝麻 白芝麻 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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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放下去 放下去 好 再來 我們剛才這個芝麻 這個盤子裡面 我們這裡有抹油在裡面 你看 這樣 直接直接有 這樣 拌起來很漂亮 哇 透明 直接直接黏著 還有 白芝麻 黑芝麻 這樣 你看 就這樣 簡單嗎 比較冷 冷一下 這樣 你看 然後呢 是不是要沾冰水 吃 如果在乎沾冰水 不然不用 就這樣 現在沾到空氣 怎麼辦 這變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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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麵 變麵 麵 硬了耶 對啊 就這樣 要快點這個空氣 就粗粗粗粗 所以不用沾更水 應該是 就 在餐廳那邊 就不會吃 平主煮麵 一碗 外 脆 內 就是這樣 好不好 這像這個西 法國料理 有一個電信 這個最好 那個湯匙 揉我一個 像那種 繡球這樣 放在面上 那也是 重點就是在那邊 有有有 這就是洪師傅今天 叫我們的 巴斯地瓜 洪師傅 感謝你囉 不敢 那現在晚餐吃完了嗎 來囉 甜點來了 巴斯地瓜